欢迎收看《无线7点半》一小时新闻 我是肖子恒 今晚的主要新闻有 因应新变种病毒 政府收紧入境要求 有检疫酒店说 部分的订单因为检疫期延长 分配不到房间要取消 政府说会加强病毒检测 尽早识别变种病毒株 有专家说仍然要时间搜集数据 以分辨Omicron的风险 Omicron病毒蔓延多个国家 日本出现第一宗输入个案 奥仔西尼有确诊者曾经在社区活动 看看详实的内容 政府因应新型变种病毒 Omicron调升多个地区为A组高风险 遇到规定曾经逗留多个非洲国家的人 抵贡之后需要先入住足高湾检疫中心7日 有检疫酒店说 正诞新年房间供应紧箱 部分的订单检疫期延长 因为分配不到房间而要取消 为应对Omicron变异病毒株 政府收紧入境要求 因应多地出现相关感染个案 星期四凌晨开始高风险的A组地区 新增澳洲、加拿大、德国等9个地区 曾经逗留当地的非本港居民不可入境 回来的香港居民亦需要在指定酒店检疫21日 A组里面亦有12个非洲地区 包括尼日利亚、南非等等 回来香港的人需要先入住足高湾检疫中心7日 期间每日检测 之后才可以到指定检疫酒店 完成剩下的14日检疫 英国因应新的变异病毒株 也收紧检疫安排 入境人士在抵达英国之后 需要接受核酸检测 未有结果之前只需要自我隔离 有本港家长决定飞到伦敦 陪在当地留学的16岁女女 过圣诞和新年 有本港检疫酒店就说12月至明年1月酒店房预定早前已爆满 但有地区被调高风险级别检疫日数相应增加 令到房间供应更加紧张 始终都是一个圣诞和过年的档期 突然间要加插一个额外的7天内 都会有时提供不到房间 或者要退房间给客人 有些客人要求会将入住日期有些变增 我们都在处理着 但也不少可能会有10%多的客人会遇到这些问题 特别主要是澳洲、加拿大、德国回来的朋友是多的 他说大部分预订涉及本港留学生 大多数人接受检疫期延长 较少取消预约 无线电视记者杨培斯报道 政府说会加强病毒检测和分析基因排序 以尽早识别Omicron变种病毒株 有专家认为Omicron至今只是出现了一个月 仍然需要时间收集数据以分辨Omicron的风险 为了防止变种病毒株Omicron流入社区 政府除了实施更加严格的检疫规定之外 亦都说会将所有变种病毒个案作传基因排序分析 以识别是否是Omicron 现在入境旅客在机场底部和检疫期间 都要接受核酸检测 有检测承办商说 阳性样本可以初步筛选是否是Omicron 我们已经知道Omicron是有N501Y的变异 但是它是没有L452R的变异 所以对于一个阳性的样本 你要判断它和Omicron 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就是用这两个快速测试 去查一下究竟它是N501Y是阳性还是阴性 L452R是阳性还是阴性 如果N501Y是阳性 而L452R是阴性的话 其实你也有七八成的把握 这个可能是一个Omicron的案例 然后你再去做一个基因排序的做法 它说现时政府有能力应付输入个案的基因排序分析 但是若果大爆发 私人承办商也可以协助 这间检测公司说 将病毒做基因排序需时两至三天 他们每日罪都可以处理2000个样本 对于外国有报道说 感染Omicron的患者病征轻微 或者能够和人类共存 这样就可以加快全球大流行元结 有本港专家就说 仍要时间观察它的病征 多加留意就是欧洲版图的其他国家 尤其是一些本身接种率是相对比较高一些的国家 我希望接下来二至四个星期稍后会有所公布 就是说可以得适有接种过的人士 病征上是如何 是轻到中到还是年中 所以这件事我相信是绝对有参考作用的 对于香港来说 曾其欣说 Omicron可能下年会取代Delta 成为主流品种 无线电视记者彭永熙捕道 而变种新冠病毒Omicron继续在全球擴散 日本确诊第一宗个案 个男患者来自非洲南部 当地今天开始全面禁止外国人入境 在预约接种伏必泰疫苗 8间私营医护机构合共提供24个接种地点 遍布港九新界 市民可以直接联络有关机构预约 不用经政府网站预约 政府会向有关机构提供每枝疫苗160元的资助 而帮年满60岁长者打针 每枝可以获额外的50元资助 由于伏必泰开封之后 存放的时间有限 所以机构需要尽量整合接种的预约 以免浪费 政府会严谨监测情况 政府说会透过这一项先导计划 研究长远在更多的非政府营运场所 提供打伏必泰的可行性 休息一会儿 回报道 上个月零售销售数据按年升1成2 比市场预期 美国提出升级在关岛和澳洲的美军基地抗衡中国 回到新闻时间 零售销售数据连续9个月录得升幅 不过业界预计随着消费券的效应减退 升幅将会放缓 政府分期派发5000元消费券 市民可以继续用来买心头号 统计处数字显示 10月零售业总消货值估计是307亿 按年上升1成2 头10个月合计就升8.5% 各项分类方面 电器和一些内用消费品销售升幅最大 达到5成2 眼镜、珠宝首饰、钟标也上升超过2成3 不过同期 汽车和零件的销售跌幅最大 鱼类和肉类也跌超过1成 零售协会预计随着消费券效应减退 预计11和12月的销售升幅会放缓 如果短时间里面还未通关的时候 而真的未能够是带动到我们零售市 去有一个复苏的希望的话 我们是很希望政府能够发放下一期的消费券给市民 以致真的能够带动消费的气氛 通关的进度做成点令到政府能够考虑这件事 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因素 政府发言人说10月零售销售受惠稳健的经济复苏 和第二期消费券带动消费气氛 只要本地疫情维持受控 就业和收入改善 加上消费券短期内应该会继续支持零售业 电视机者林俊谦不道 8月以八达通拿消费券的三百多万个市民 今天用完之前两期的消费券 下个月16日就可以拿剩下的一千元消费券 否则要迟些才能拿到 逛街看器吃饭搭车买东西 大家的电子消费券又用了未呢 四间储蓄支付工具商佔七成的人 是用八达通领取消费券 投入8月1日拿的市民 用完前两期一共四千元的消费券 下个月16日可以获发最后一期一千元的消费券 八达通公司说超过八成的人符合资格 仍然未用完的也不用担心 九月一日或之后以八达通领取第一期消费券的人 同样在四至七个月内用完四千元 才可以拿到最后一期消费券 政府在十月已宣布 领取电子消费券的期限是明年九月三十日 除了在公共交通费用补贴领取站 八达通服务站看到消费额之外 亦都可以透过手机的用程式去看 好像我这样够四千元就是符合资格 之前要保交资料重新登记的市民 十月领取第一期消费券之后 明天可以领取第二期 透过支付宝香港 Tap and Go拍照 或者是WeChat Pay HK领取的人 第二期是三千元 以八达通领取的就是二千元 无线电视记者李慧尔报道 美国电视记者曾为准报道 再休息一会 回来会报道 外地宣家说 Omicron病例可以轻易随飞机输入 呼吁民众做好防疫措施 外地两年前就有报道说 太阳城集团主席周硕华 控制的网上赌场 危害国家经济和金融安全 回到新闻时间 先看看中国新闻 内地新增21宗新冠病毒本地个案 全部在内蒙古 有内地专家指出 Omicron病毒可以轻易随飞机输入 呼吁民众做好防疫措施 内地未发现Omicron变种病毒感染个案 国家疾控中心的专家说 病毒可以通过飞机快速输入各国 虽然暂时未确定Omicron的传播速度 但中国和很多国家都有很多航班往来 因此很大机会出现输入病例 当局说近期多宗本土个案 都是从境外经口岸城市输入 要求各地完善疫情防控机制 强调内地有能力检测Omicron病毒 目前内地超过11亿人 完成接种2剂新冠疫苗 但有5千多万个长者未打针 放松管控 出现重症 死亡的绝对数 都是我们难以接受的 那么我国的医疗资源 也必然受到严重的挤兑 出现重大的社会问题 无线电视记者先知报道 太阳城集团主席周卓华早前在澳门被捕 内地早在2年前就报道 他控制的网上赌场每年的投注额上万亿元人民币 危害国家经济和金融安全 尤其是澳门记者王慧之报道 内地有电视节目去年年初曾访问太阳城集团主席周卓华 形容他有家国情怀 为保持澳门繁荣稳定 社会和谐作出奉献 我过来来讲 我作为一个澳门人 一个中国人 我希望带领澳门的年轻人 推广澳门 发展澳门 抓紧台湾区的机遇 但早于2019年中 新华社主办的《经济参考报》 点名指周卓华控制的菲律宾和简布寨太阳城 网络赌博平台深度渗入内地 平台服务针对中国人而切 有专人一对一24小时代为下注 能够讲普通话和东北话 筹码亦都可以在内地以人民币结算 每年赌支涉及超过万亿元人民币 相等于内地2018年彩票收入5,100多亿元的两倍 平台亦都通过地下钱庄 将每年高达几百亿元的盈利流向境外 客人亦都可以发展下线赌博 就好像传销那样可以收勇 令到会员发展几十万人 报道批评平台对国家社会经济秩序 和金融安全产生巨大危害 而翻查内地检察院记录 去年至今有多宗提及菲律宾太阳城和太阳城的起诉书 涉及缅甸和简布借等地 建立网上赌场 分别在重庆和郑州拘捕几十人 有澳门时事评论员认为 内地当局仅在这个时候出手 有它的考虑 似乎都是想有些部署 令到澳门的这个独大的赌博产业 那个经济的功能是削弱些 或者是不要那么强 这里关了一只门 那边就开一只窗给你 希望你帮助你 提供横琴 很多不同的条件给你 令到澳门希望可以有更多的发展 澳门司警说早在2019年开始 已经展开调查行动 但为何在温州检察院公布 批准逮捕周卓华之后 澳门才采取拘捕行动呢 保安司解释 因为内地公布了案情 所以澳门警方需要行动 否则有一些证据会流失 无线电视传澳门记者王慧之报道 周卓华被澳门警方拘捕之后 曾经与他旗下公司合作的企业 商计发声明或清界线 周卓华涉足多个行业 更加曾经多次投资制作电影 去年他以澳门影视制作文化协会会长的身份 接受内地传媒访问 说与内地影业公司联合出品多出外国大片 包括《湄公河行动》、《红海行动》等等 这两出电影的片头和海报 分别标注周卓华和《太阳娱乐》 是联合出品人和联合出品公司 博纳影业星期一发声明说 《太阳娱乐》未按时付钱 并没有实际参与《湄公河行动》、《红海行动》的投资 也都未获任何回报 另外经理人公司《太阳川和》 也都说与周卓华无关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曲新九 接受人民日报访问时说 周卓华案是中国政府为境外赌博集团 画出一条清晰的红线 无论是哪个国家和地区的赌场 无论在当地是否合法 只要涉及内地的跨境赌博犯罪 一概零容忍 另外有媒体发表评论文章 说周卓华被捕 除了曝光由他操纵的庞大赌场生意 也都是借此警告 想靠外国洗白的人 应该重新审视现在的情况 无线电视记者先自报导 河南星期一凌晨的夜空 突然出现白光和巨响 令不少熟悉的民众惊醒 有内地的天文学家相信 很可能是火流星 河南树马店、南洋等的地方 都有居民目击一度强烈的白光 或过夜空 之后发出橙色的光芒 在过程中产生巨大的声响 民居的玻璃窗都出现震动 有天文专家分析 这个天文现象可能是流星 而由于它在大气层的时候 发出的火光比金星更加光 所以又叫做火流星 中国新闻先说到这里 接着是跟进立法会选举 十个地方选区的选程 在新制度下 九龙分为三区 其中九龙西覆盖油尖旺和深水埗区 有大约38万个选民 是九龙三区当中最少 各位富山村的名村的街坊 你好 上届都有参选九龙西排名单第二的 西九新动力梁文广 今次自己担大旗出选 他形容自己出生到现在 都和这一区分不开 我以前读书的时候 希望参加一个音乐的科学活动 我当时报是报一个小号 小号即是喇叭 结果资源不够 他就分配了叫我去学所纳 所纳即是中式的喇叭 这种就是令到基层的小朋友 是一种打击来的 我觉得这件事不可以在 现在的社会发生 37岁的他 是三个候选人当中最年轻 愿意听 愿意谈 不会违避 这件事就是 我想这是最重要 也不要想当年 和想当然 那些包子不一样 重征近40年 近来换上新形象的冯檢基 再次以独立身份参选 我靠为工作 有政绩 和政綱去处理区来问题 而那些政綱的建议也有俊成 一些事能够立即做到 就要迫林郑月娥 立即执行7比3 我们立即可以多6千个单位 68岁的他 希望修补社会撕裂 我觉得政治应该老中青 如果整个政治 整个议会都是二十多岁 三十岁 你觉得这个议会 是不是知道掌握一些长者的问题 我爱这个地方 我是要和他们一起 改善改革这个问题 12月19日 靠你放手 叫多些老友寄他头发 三年多前 经补选进入议会的 民建联郑永迅寻求连任 他说议会经验 令到他更加掌握 如何和政府谈判 过去三年发生的事 或者未来的新的形势 新的环境 将会有很大的变化 对社会的默搏 对议会的默搏 对政府的默搏 清楚他们的运作 最新的情况是重要的 他希望继续跟进劏房问题 以往属于九龙西的三角分区 其中住户月入中位数最高的九龙城 在选区重新划戒之后 纳入了旁边的区 令到九龙西 只是由深水埗和油尖旺区组成 母亲电视机就是中赤气报道 恒生指数收市日报23475点 跌376点 全日总成交超过2238亿 欧洲股市方面 伦敦富士100指数跌54点 巴黎Cat指数跌68点 德国DES指数跌186点 再休息一会 稍后回来还未报道 政府招聘公务员学院院长 申请人需要准确掌握骗法 基本法和港区国安法 俄罗斯再度试射高石高超音速巡航导弹 是两星期内的第二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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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快五年后落成 政府即日起招聘院长 月薪去到26万 任期三年 要求申请人需要准确掌握 憲法 基本法和港区国安法 一个有接近18万公务员的团队 竟然没有一个正正经经的学院 我希望任来能够为我们这支优秀的公务员团队 建立一个公务员学院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上任初期 已经表明会成立公务员学院 政府现已选址港铁官堂站附近 用大约45亿兴建 12月会率先将北国政府合处 作为学院的临时选址 政府也宣布公开招聘院长 以公务员合约条款聘任 任期三年属于首长级新级第六点职位 月薪超过26万至27万 申请人需要是本港永久居民 有大学或以上学历 最少有15年和培训教育相关的行政管理经验 当中最少8年在大型机构做领导层 有要求申请人动式公务员的挑战 发展需要和机遇 了解本地、国家和国际事务 全面和准确掌握宪法、基本法和港区国安法 充分理解国家历史和发展 院长的职责一共归纳为六项 包括加强公务员培训 尤其在宪法、基本法、国家安全等培训 亦需要担任主要联络人 与公务员培训相关者 与内地其他地方机构加强联系 申请截止日期是12月13日 院长度任之前 会有公务员事务局常任 秘书长暂时兼任 武士尼斯基姐 刘俊玉报道 教育局向全港的中小学法通行 公布价值观教育课程架构試行版 总结经验之后 下学年全面推行 由中学上学年开始 已经为初中学生提供价值观教育 教学生辨识真假资讯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施政报告提出 要巩固价值观教育 教育局公布 試行版价值观教育课程架构 涵盖小一到中六学习阶段 课程包括加入勤劳作为首要培育的价值观和态度 加强学生国家观念 加强生命教育、性教育和禁读教育元素 培养学生媒体和资讯素养 教育局鼓励学校加强培育学生正面的价值观和态度 协助他们积极面对学业和生活等挑战 学校应该规划价值观教育和学习活动 局方会提供支援 包括编制教学资源和示例 总结经验之后下个学年全面推行 在官堂一间中学 上学年开始联同清协和社联 设计有关资讯素养的价值观课程 在社会生活科和电脑科 教学生应用人工智能 分辨增价资讯等 学到很多关于网络 假新闻 譬如说版权 之前疫情严重的时候 会有抢米、抢切纸 我会去上网 真的会去看超级市场 或者真的去看米的供应商 是否真的会缺米 会避免去转发 在查核来源和时间之前 他们在网上的世界 常常都需要在网上的世界 找不同的资料 学不同的东西 同一时间 网上世界也有不同的陷阱 所以提升学生的资讯素养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 资讯素养课程 将会推广到售博平区内 十间小学 比小学生都能学习相关知识 无线电视记者 林俊軒 俄罗斯再度成功试射 高射高超音速巡航导弹 翡翠台等本港六个数码电视节目台 今晚五夜十二点起 终于转用新的发射频率广播 部分观众需要重新搜台 六个频道包括翡翠台81 ViuTV96和99 和港台电视31、32和33 会迁移到500兆黑频大 其他台就不受影响 通讯事务管理局办公室说 大部分大厦的公共天线系统 已经完成调整 假如凌晨之后 看不到任何一个节目台 就需要重新搜台 7点半新闻报导完 再位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